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司法官说案 国民党考纪会今天上午开会讨论 但是就在挥刀之前 总统马英九先是亲自举行记者会 要求考纪会撤销王金平的党籍 王金平才又带着陈述书出席考纪会 强调自己没有官说 但是没多久 马总统也亲自出席考纪会 情绪激动当场落泪 他再度表达立场 场内场外都上演着马王公防战 更让考纪委员相当的为难 总统大刀开闸 要立法院长之所进退 王金平11号一早带着陈述书 到国民党考纪会亲自说明 再次强调打电话给曾永夫陈手黄 是提醒检调不要滥权上诉 并非司法官说 通批特征组监听调查 没有遵守法律分纪实属滥权 也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 而且依毒素果实理论 特征组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 根本不能被采信 最后王金平动之以情 表示国民党不论执政还是在野 他始终与党同舟共计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请考纪会明查 最后还特别署名 中国国民党永久党员 王金平前脚一走 考纪会当场播放 马总统进来的相关谈话 随后马英九更以党主席身份 亲自出席考纪会 马英九表明 王金平的案件是个案而非通案 内心也十分沉痛 甚至彻夜难眠 更强调 这就是官说 必须有撤销党籍以上的处分 说到内心深处 马总统累撒考纪会 马王双双出席考纪会 15位委员真的好为难 有人表示 乘处需兼顾情理法 若是开闸 国民党内将一片混乱 停权已是最大处分 但有人反击 王金平不帮赖素如 与林毅士官说 反倒帮了民进党立委 柯建民 身在曹营新在汉 实在应该严处 尽管两面为难 多数共事 仍是撤销王金平 党籍处分 马王两人 王不见王 避免尴尬 不论王金平如何动之以情 马总统一把话说死 最后考纪会 照马总统意志 做出结论 王金平难逃 被开闸的下场 有点TV刘一轩 综合报道